好 那我用这一张来讲 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这样子到目前为止可以吗 那你的水就多一点 可以用喷的吗 可以啊 可以 有喷瓶的人就用喷的 好 到这里为止啊 你可以选择就不要碰到那个火 就让它这样子镂空 可以吗 你也可以选择就盖过去 没关系 因为呢 等一下底下这边会浅一点 它上面会深一点这样子 那有黑色的同学就用黑色 我这一边没有黑色我就用紫色 然后呢 等一下不是应该有个月亮吗 所以你刚刚月亮的地方应该要怎样 干的 对啊 那边应该是干的 因为你现在都有水 那那个颜料不就会跑过去吗 所以刚刚月亮的地方应该是干的 那有另外的方式就是 就是你拿一个硬币来 好吗 就把它 把硬币放在上面 然后你的那个水喷在上面 那个硬币的地方 它不会有水 好 也可以 好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紫色太不像夜景了 你就加黑色 然后往下呢 一样就让它自然的流下来 等一下呢 就让它流下来 那到时候月亮会是偏黄橘色 跟那个火会呼应一下 好 这样够深吧 黑色 黑色当然会更深 好 你有黑色 谢谢你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到另外一盒 好 所以也可以加一点黑色 这个蓝色就是这个蓝色接近 好 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直接加 黑色的话加一点 它又更深嘛 然后你就让它自然的有点往下流 那等一下呢 会加一点盐巴 有 我有 也不用太多 然后盐巴要撒在哪 不是撒在烤肉上 要吃 撒在那个天空上 然后不要撒太多 同学每次那盐巴不用钱 对啊 是不用钱 撒得多少东西 不行 就这样子就好 就是几颗几颗几颗 等一下它就会有一点那个 好像雪花 好像星星 对 那这个时候啊 就不要再摇来摇去了 因为它一流动就整个变盐水 好吗 好 就这样子 这一张就大概到这样 然后等一下就去画那个月亮 黄黄的就好 那这一张呢 就是跟刚刚一样 整张都抹水 然后这个纸纸的 蓝蓝的慢慢画下来 这边呢留白 然后这边浅蓝色 这一个 那如果用那个 素描笔的同学 你先不要管这边 你就是先抹这边 按深一点 这边浅一点 然后这边白一点 这样子 就不要管中间的东西 不要管 水彩的话 最后中间房子要用什么东西 会用黑线笔 所以这一块都留 对那块都留 会用黑线笔 会用素写的笔法 那你有没有要撒红吗 不用 撒盐的回家那一张 二鼻 二鼻会撒盐 因为二鼻有那个云海 二鼻借看一下 另外一张回家 上海的那个道理 对对对 那一张有云海 你就可以撒盐 那也看一下撒盐的效果 好 等一下来我这边拿盐巴 然后不要太多 就是有就好 太干了才会有效果 你现在看不出效果 对对 这张回家再画 这张呢 就会撒盐 就是一样 不要管建筑 不要管建筑 然后图 跟这个是不是意思很像 就是先涂火嘛 那个黄色嘛 黄色 然后等黄色干了以后 涂上下的蓝跟深色 然后盐巴撒的会是云 这样 黄色涂中间 对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你看 它干了以后 我在上深色是OK的 那以前我们是只有白 白跟深色 那现在是有一个底色 然后再上深色 这样 好 然后再上深色